我覺得美國在調整 跟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 也在幫加拿大 來解除加拿大跟大陸之間的緊張關係 因為加拿大跟大陸的緊張關係 是美國造成的 但是加拿大當時做了一個 非常魯莽的一個決定 這個魯莽而欠缺政治智慧 更欠缺外交智慧的 這樣的一個魯莽的行為 其實給加拿大跟中國大陸 帶來了很多的傷害 原本加拿大跟大陸彼此之間的關係 是好的 是良善的 而且兩邊的貿易額也是巨大的 對加拿大來講是一件好事情 對大陸來講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加拿大當時在美國的壓力下 做了一個違法的事 我們為什麼會一直強調 這是違法的事 因為孟晚舟是過境機場 然後加拿大的警方 就把他扣押了 對 而且沒有在律師的陪伴下 然後給他施加壓力 硬要把他的電腦打開 所以所有的程序都違法 後來這些警察自己也承認 他們違法 那您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知道 當時是在於一個美國給加拿大政府的壓力 而加拿大在美國的政府的壓力下去過度的執法 而在這個過度的執法中整個執法程序有很多的瑕疵 不合理的行為 甚至違法的行為 那這些都被證明為真 那問題就在於江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因為美國當時是堅持要用詐欺 可是詐欺在美國是重罪 但是如果隱瞞部分的訊息 那就不是重罪了 也就是說有時候我忘了告訴你 或是我漏了 那這個部分裡面就不是重罪了 或者是他也不算是罪 因為他隱瞞一些訊息 或者是因為隱瞞 我們有很多有善意的隱瞞 也有這個業務過世的隱瞞等等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大概能夠掌握到的 很有可能就是從美國把詐欺拿掉了 因為加拿大的終審法官 也把這個詐欺罪拿掉 也就是說孟晚舟他們認為 他的整個行為不溝成詐欺 那問題就在於 怎麼樣給美國人一點點面子 因為美國人要面子 是啊 因為搞了這麼大一個事件出來 你總要下臺 你總要一個面子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給你一個面子 那就變成隱瞞一些訊息 可是我們在強調這隱瞞 有故意的隱瞞 也有這個非故意的隱瞞 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目前來講 他們的在司法部所說的 就是他遵守協議中的條件 那就代表裡面有很多的保密條款 那當然從這個角度來看 對美國人來講 他也解決了他心頭中的一個 一塊大石頭 為什麼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孟晚舟 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國去 你認為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中國大陸可能會對美國再加以報復 因為你把我的人莫名其妙抓走了 對 所以非但加拿大的那兩位間諜 不會被驅逐促進 很有可能在美國 不管在香港 或者是在澳門 或者是在中國大陸本土的美國的間諜 相當有可能很多的重量級的間諜 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都被逮捕 而且他們來不及逃走 來不及撤走的情形下 也會被逮捕 那一旦被逮捕的時候 你對美國政府來講 那就更棘手的問題 因為當很多美國重量級的間諜 他偽裝成為商人 或是偽裝成為記者 或是偽裝成為什麼 然後被逮捕 而且他的大量的證據 被放出來的情形下的時候 這一些美國政府 他該怎麼去自圓其說 因為以中國大陸來講 一定有很多的證據 會給你放出來 沒錯 坦白講以現在的科技的發達 你美國的間諜一入境就被看到了 其實很多的時候 就會給你打招呼 你來啦 歡迎你來 做事小心一點 假髮戴好一點 那個裝畫像樣一點 美國CIA有很多間諜 在俄羅斯鬧了很多緋聞 鬧了很多糗事 美國的CIA的間諜 都還是長春藤的高材生 然後被俄羅斯釣魚 俄羅斯把釣魚 說有非常機密的情報 要交給他 結果他就化妝成為女生 還塗口紅 然後還戴假髮 結果去拿的過程裡面被抓 而且被全程錄影 那個都很丟臉的事情 但是這種事在 在未來 如果孟晚舟一旦被引渡到美國 坦白講 如果很多間諜被抓了 那你說怎麼辦 對美國政府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這種處理 就美國面子 臉的顏面也保留到了 更何況從這個角度 也解決了加拿大一直困擾的問題 那加拿大一直困擾的問題 現在也解決了 那現在的情況 大家看得出來的就是 這個中美的關係 有點在方向在微調了 也就是美國對於大陸的一些關係 事實上已經有點點在產生變化 這個變化其實很重要 因為美國國內有鷹派的壓力 他們眼睛一直盯著拜登 然後拜登必須要在鷹派那邊表現出 他比川普還要川普 但是他又知道這是一條死胡同 走不下的路 而且是川普的 龐貝奧他們跟他設了一個陷阱 那這個陷阱明明白白的 是這麼的明白的陷阱 而拜登的團隊 也都知道這是一個陷阱 走進去這四年來 中美的關係越來越糟 對美國來講 對於他連任絕對不利 因為當初川普就是因為這樣子 而使他連任也發生失敗 那現在的情形 拜登在未來的三年 如果也是這樣 他也不想連任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他知道他不能夠走入 這個川普 龐貝奧給他設了陷阱 可是他又走不出來 因為那一些共和黨的人 滿腦子 滿眼睛 盯著你看 你只要有一點點 他就說你投降主義 對 你只要有一點謊和 他就說你去舔大陸的 就是按照台灣人的綠促 他們最常用的那個詞 應該叫綠促 我記得有人叫塔利班 然後叫綠促 對不起 因為我是看網路上的語言 那當然我相信 這個台灣的絕大部分人都不是綠促 因為除非你自己要當 對 不要對號陸座 你不要對號陸座 你對號陸座我也沒辦法 我也只能尊重你 但是我沒有講你 好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在於說 您從這個角度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美國其實拜登想要 想要轉完了 想要轉 至少他要緩和 可是在這個緩和的這個過程裡面 怎麼樣不被共和黨的罵 他是投降主義 是 我覺得這個是拜登最大的難處 但是你從一些小地方上 你已經可以看出來 拜登的這個團隊的方向在調整 民進黨 蔡英文跟吳釗燮 國安團隊 你們本身也要審時度勢啊 就是要不然一個轉彎 如果你沒有跟上就被甩出去 不過剛剛賴教授有講到 你看從2018年的3月開始 川普開始發起的所謂的美中中美貿易戰 到現在經過了幾乎三年的時間 那孟晚舟現在放掉之後 孟晚舟是一個在這整個事件當中 最鮮明其次就是一個犧牲品 一個人質 他不是起點 但他會不會是接下來美中貿易戰的終點 剛剛這個華府這邊 當然有講到有一些鷹派說 應該在路透社報導說 這個已經稍稍緩解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 可是華府內的鷹派抨擊說 這是向北京向華為舉白起投降 那之後我們的貿易制裁怎麼做得下去 那我這邊就想請問一下介大使說 這加拿大人也放了這邊 加拿大這邊已經結束了 美中之間中美之間貿易戰還打下去嗎 當然貿易戰還會繼續打 可是這個已經我認為是就是說 美國跟大陸關係的一個新的 一個開始的一個起點 那因為孟晚舟這件事情有極大的意義 那這個不是拜登政府做的 這是川普政府做的 其實做這件事的話 其實對美國是沒有任何好處 而且那個時候這個加拿大 這個所謂皇上不及 即使太監 他在這邊做這個插手 讓加拿大也捲入這件事情 加拿大是沒有這個實力 跟中國大陸做這種長期的這種對抗的 那可是你看孟晚舟這個逮捕 其實我認為就是說 從一開始 美國就已經在鎖定一批人了 那孟晚舟是其中的一個 那只是說 你看這個美國做事情 加拿大怎麼會有這麼多資料 掌握孟晚舟的資料 那這個最最後幕後一定還是美國指使 尤其是可能美國的情報部門在指使 那孟晚舟也不會想到說起訴的是美國 我人在加拿大 加拿大 乾加拿大何事 從頭到尾他是局外人 對 加拿大加拿大就做美國的鷹犬 結果就出手做這件事 那所以這件事的話加拿大我覺得應該在過去一段過程中 也給美國很大的壓力 就是說加拿大高層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消息 在過去幾個月派了高層 尤其跟這個這個拜登政府在談這件事 也就這件事要怎麼落幕 其實這個落幕的方式 我覺得還蠻符合加拿大的利益的 因為加拿大他也保住他的顏面 也就是說我是依法行事 即使這個法是很荒謬的法 那麼不過今天解鈴還需吸鈴人 所以是美國的紐約法院先還起訴 然後他這個他這個所謂的用 用這個引渡法所這個拘禁孟晚舟行為 他才跟著就解除 那這裡面我想就是說 也讓美國在這個這個過程中 也給加拿大了一點空間 那不過就是說 美國這個這個拘捕的整個法律基礎 真的是讓你覺得這個世界 這不是霸權 什麼是霸權 這不是不講道理 還有什麼不講道理的 你美國去抵制伊朗 那你就約束你自己美國人 你怎麼第三國 其他國家一起抓起來 抓起來歸你管 這些不是你能管的 你的國家的國內法 沒有辦法把全世界人都歸於你國內 國內法管轄 這是一個蠻荒謬的地方 這非常你今天你自己要做 那你就美國人不要去跟 不要去跟伊朗做生意嘛 今天孟晚舟是中國人 她不是美國人 她本來就有權利跟任何人家做 除非大陸政府說你不要跟誰做生意 對 那你這個你這個 你這個法律本身就是一個霸道 就是一個強盜式的法律 那本來就有問題 那你今天孟晚舟去 她的一個子公司 華為一個子公司 然後你就接就按照這個銀行的資料 你就給予給予重罪的處罰 那我覺得這裡面最後做決定的 絕對不是美國紐約州的法庭 絕對是美國的當時的拜 這個川普政府高層的 做出一個政治決定 所以不要相信美國這國家什麼法制 什麼司法體制 什麼什麼司法獨立 美國的法律也是為政治在服務 對 因為從一個細節可以看出來 我就看孟晚舟當情釋放 隨即她就搭上了所謂準備好的包機 回到中國 這當然她希望不要夜長夢多 趕快回去 那你要準備包機這個時間 是不是你提前就要知道 你會被當情釋放 所以這整個過程就是 其實前面就已經是有一個 政治的鋪排 你這司法只是最後扮演他的角色而已 那這裡面當然是兩邊的外交人員 在進行這個密切的談判 最後才有這個結果 這個談判是絕對不可避免 不過這裡面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顯示了拜登政府 他不 他雖然繼承了很多川普 政府的對北京的政策 可是你也看出來 他還是有一些期望 是希望跟中國大陸做改善的 那其實孟晚舟這個案子 我們當時前一陣子就在談 我們認為就是說 等加拿大的這個大選選完以後 就會有一個明確的發展 那時候我們就比較樂觀 孟晚舟可能會被釋放 那因為他最後的開庭 就是十月二十一 本來要到十月二十一 那等於更提前了 對 那這中間當然是三方的這個外交人員 在背後密切的談判 所以每一個的發展都是都是銜接的很緊的啦 不過就是說這裡面 如果今天大陸沒有這個國力做一個底氣的話 跟這個美國跟加拿大一起來對著幹 別的國家的話 那就非屈服不可 就被美國跟加拿大聯手給欺負 給霸凌了 可是不論怎麼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孟晚舟還應該要講句話 就是說我那個三百 我這個快三年的時間 誰給我補償啊 是啊 對不對 一個外國公民 可以受到任何一個外國政府 這樣肢意拘捕 把他的那三百多天的日子 就剝奪去了 難道沒有一些 沒有一些這種的補償嗎 你在任何國家你有冤獄 你有這種 你可以告他補償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美國 可能將來對任何國家 尤其對對中國大陸 用這種方式來想要屈服中國大陸的話 這一招是行不通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案子也會讓很多 很多人會瞭解 不要相信美國的什麼法治 你以為美國真正是法律 在保障人權的嗎 美國的政府運用政治的力量 干預司法 操控司法 指導司法 例子太多了 只是這一次拿到孟晚舟下手 那我想很多對美國這個制度 懷抱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而美國怎麼可能做這種事呢 什麼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 保障人權 是 孟晚舟案子就是一個赤裸的例子 如果人還相信美國甚至加拿大這種國家 有所謂的獨立 公正 公開透明的司法化 那只怪他自己沒有沒有看清楚孟晚舟的這個 這個例子 那這邊我就想到那個郭文貴 郭文貴他以為美國有有法律的保障 是 有什麼他最近他也陷入他也陷入麻煩 為什麼 因為他跟著共和黨走 現在是民主黨 我講 美國 美國政治整人的方式太多了 很多在美國的參入政治人 是什麼原因入獄的 逃稅 然後像這種所謂的詐欺 商業的行為 那我跟你講 要羅茲罪名 入人於罪 美國的例子太多了 只是這一次孟晚舟是碰到了 對 那在沒有人家知道的 被美國的政府利用法律的工具 法律的這個民意 做政治迫害的 那例子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孟晚舟的這個事情 給世人一個教訓 不要相信美國什麼司法獨立 什麼政治不干涉法律 我跟你講 這都是神話 孟晚舟的例子就是一個鐵證